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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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中的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这些的事工的成就 可是耶稣说 祂看中的是我们有没有离开起初的爱心 当我们在起初的爱心的里面 我们不一定会做到这些外在上 外显上面人看得见台面上的服饰 可是当你在爱的里面 我要告诉你 你对神所做的每一个回应 每一个小小的服饰 甚至是在幕后没有人看得见 神都纪念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服饰的过程当中 不要离开起初的爱心 耶稣对以福所教会的提醒是什么 你要回想你是在哪里脆弱的 然后要悔改 然后行起初所行的事 接下来在教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思想 怎么样回想 回想起初神怎么样拯救你 回想你曾经在某一个捆绑跟挟制的里面 没有办法挣脱 没有办法得胜 可是这奇异的恩典 何等甘甜 竟然临到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那个生命的翻转跟改变 不是我们的意志力 也不是我们的努力 是突然它给我们力量 那一个回想 我真的相信会带我们整个的团队 进入到一个爆炸性的 一个爱的体验的里面 已经有很多我们已经遗忘 甚至当作理所当然的 我真的相信圣灵要带我们回想 数算神的爱 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 而那些经历 真的要成为我们领受祂的爱 再一次经历祂的爱的交关的一个媒介 永远成为我们生命 天天领受祂的爱 永远不离弃其初的爱的一个重要的核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的感谢 主很多的时候 我们慢慢开始用服饰 来取代我们与你的亲密关系 我们觉得我们有参与事工 我们有摆上我们的时间 甚至奉献我们的金钱 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与你的爱的连结 父神求你帮助我们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一个从你来的回想 从圣灵来的一个回想 明白知道我们在哪里坠落 父神让我们操自然就记得 我们曾经与你面对面的经历 可能是在得救的那一晚 可能是在我们人生走投无路 所向你祷告的那个呼求 可能是在遇见神隐晦的一个经历 也可能是在生命培训学员的那一年当中 父神不管怎么样 祝你启动每一位弟兄姐妹 从你来的回想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 起初的爱的里面 也帮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以至于我们所拥抱的 不是服侍 不是施工 是你的爱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绝处的圣灵 Amen 我给你帮忙 音乐 还是粉 waiter 订我